所以声音它是非直受的 所以它只有色相畏触 所以也等于说是眼耳鼻舌身 再加上这个四戒 四戒也就是色相畏触 它总共九个之外 还有心所法的直受 因为这些都属于前五式 前五式的心所法有34个 当然这个要听过八式规矩宋才知道 第六意识是为51个心所 前五式有34个 第七有多少 第八式只有5个 所以等于是5加4加34 所以等于43个 那几非直受呢 就是100减掉这个 100减掉43是不是就是57 57 所以呢 也就是所谓的于九 于九 剩下的有九戒 再加上法戒里面的一部分 法戒里头像24个不相应法 加6个无为法 还要加上51个心所法 扣掉34个 所以是17个 再加上无表色 也是57个 也是57个了 所以有直受非直受 有直受有43法 非直受有57法 有57法 好 都算完毕了 大家不用头大了 第十二项 叫做同分跟比同分 什么叫同分呢 因为前面有个什么 重同分 重同分是什么 就是人同分啊 天同分啊 畜生是不是有畜生的同分呢 狗同分 猫同分 但是这里的同分 不是在讲这个 而是这个同分 是在讲什么呢 就是五内有色戒 五内有色戒是什么 眼耳鼻舌身的根 跟他自己的事 等等的境界 是同时起来的 因为要有眼跟耳跟鼻跟舌根 还有什么 身根 才能够跟外境的什么 色境相近 色境生境相近 味境跟处境来相处 是不是才会起了什么 鼻视 眼视而是鼻视 舌是身事 这个叫做同分 一根圆境而起事 叫做同分 那比同分呢 就是当这个视呢 如果坏了 看不见了 眼睛看不见 那耳视是不是也起不来 我的眼睛的视觉神经坏掉了 那我是不是就没有掩饰 那只剩下什么 眼根 只剩下这个 等于说是没有掩饰了 没有掩饰 所以他这个叫做非同分 又叫做比同分 这个看看就好 好 所以这以上 我们把这个大圣广武论讲完了 那我们再补充一下 来看最根 最基本的 有没有 这个是不是非常基本的根境式啊 我们一直都没离开这样子 但是我们的根境式 是不是都常常是六根六式 然后六境六式啊 那如何来配合十二处 如何配合十二处呢 那么其实就是 像五根五境 这个大概都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在第六什么 也就是我们的义根 义根是不是就叫义处啊 这里叫做什么 法处 对不对 用十二处是不是都用处了 这里叫做法处 这里叫做义处 那义处的本身 是不是包括了什么 前六四加第七八两四啊 这样看到没 所以这里纵然是六根 六境 是不是还是八四 还是八四哦 如果只是六四的话 那就是什么 身文圣所讲的 解脱道上所说的 但是为是 所谓的大圣为是学 是不是已经进入了 为是学已经进入大圣法 大圣法就非常强调要什么 生命的流转 对不对 所以呢它也一样 虽然我们以为说 六根加六境就是十二处 那这个是不是就没了 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的义处 是不是已经包括了八四 它是不是还是全部都有的 好那十八戒来说的话呢 五根五境也都没问题 第六是不是就是法界啊 这里的第六是什么 义根界 义界是不是包括了七八两四 然后这里是不是还有六四 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十二处是不是等于十八戒 并不是说 以前没有去想清楚的时候 我也会以为是六根加六境 就叫十二处 其实是不对的 因为这里就已经包括了八四 这里是不是也要包括八四啊 我们的表里头 是不是还有七八两四啊 一样都还是有七八两四哦 我们的世运是不是还是讲八四 虽然也一样是根进世 这样理解吗 所以它这是六四嘛 这里的义界是不是就是第七八两四 所以一样是八四 这样懂吗 它这个叫做什么 义根 第六 义根它包括了第七八两四 这里是不是也包括了七八两四 义处它本身就是八四 而这边合起来是不是叫七星界啊 这里有六四界在家 义界是不是叫做七星界 七星界是不是还是八四 这个起码会懂吧 再配合我们的表 好 所以我们今天的大圣广武院论讲记 在这里就告一个段落 我们真的是感谢应顺导师 为我们的讲解 我们也不过就是这个赵本宣科 谢谢大家 在这么寒冷的天气里面 都还能够坚持下来 谢谢大家